在刚刚过去的周六 佐治亚州Savannah的Alice Square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11人受伤 事发于当天深夜 两名女性的争吵引发了一场枪战 多人互相射击 其中10人身受枪伤 还有一人受撕裂伤 伤者年龄从20岁到38岁不等 部分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 并有几名伤者被送往医院 所有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据悉 事发地Alice Square是历史悠久的街区 也是游客和当地人常去的地点 当局表示 尚未确认一犯的身份 也没有逮捕任何人 仍在对案件进行调查中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